洪金宝日前迎来72岁生日,近年养尊处优,与太太高丽红及儿孙享家庭乐,相当血液,不过因为拍武打戏常年旧伤,加上体重过重,年龄增长,洪金宝2017年进行过膝盖手术,之后不时被拍到以轮椅或拐杖逮捕。 8日,洪金宝儿子洪天明在社交平台晒出为爸爸庆祝生日的影片,片中可见,他预先在房间内等待。 当洪金宝在别人搀扶走进来时,洪天明突然出现令他非常开心,时间一晃,大家都已经不再年轻,而洪金宝也已经过了垂暮之前。 据悉,洪金宝的身体出现了一定的问题,不仅报受认不出,而且早年大功夫,拍电影留下了不少后遗症,平时出门买菜都只能够靠轮椅,行动非常不便利。 洪金宝出身于演艺世家,祖父洪己是电影和话剧行业的领军人物。 在那个文艺蠢蠢欲动的年代,洪己和哥哥洪生作为先驱者,一直致力于电影创作,为电影事业发展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洪金宝的奶奶前四英,八岁起就开始学习武术,由此看来,洪金宝的武术功夫,可能是遗传了祖母的优良基因,受家人的影响。 洪金宝六岁就进入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战园的戏剧研究院,经过多年的刻苦练习,成了七小福,钟的大师兄,基于自己的京剧功底。 洪金宝在很多部电影中都有演唱戏剧的片段,只不过都是以喜剧效果的形式呈现。 洪金宝九岁就在电影中客串了,也算得上是最早一批的童星之一。 之后,香港的武打戏开始走向成熟,很多导演都在发掘武师的价值。 李小龙去世后,洪金宝将其麾下的很多武师集合在一起,成立了洪家班。 就连当时李小龙的御用武术指导林郑英,也加入了他的团队,洪家班成立初期。 他带领这支能力过硬的队伍,可以说是,答,变了香港影坛。 由于自幼习武,洪金宝养成了严肃认真的态度,对各位武师也要求严格。 甚至到了后来,好多武师听到电影是洪金宝拍的,因为害怕他的高标准言要求,便纷纷退避三社。 曾经有一场戏,需要演员从四层楼高的平台上掉下来,没有任何防护。 连曾志伟在接受采访时都说,这种动作谁敢做,但就是这样一个挑战人类极限的动作。 洪金宝的师弟袁武竟然做出来了。 事后袁武对媒体说,如果不是我师兄有投资,我不会做。 武师这个行当有多危险,大家心里都明白。 但只要有洪金宝站在大家身后,每个人都能十分放心。 洪金宝曾经对洪家班的各位成员说,你们放心做,出了任何事我养你们。 就是这样一句话,让诸位武师认准了洪金宝这位大哥,也是因为洪金宝对大家的承诺,才让这项危险的职业有了生机,成就了不少惊险刺激的电影桥段。 其实,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谈论,成龙和洪金宝两人到底谁的地位更高,谁是影坛大哥大,还有就是两人有没有矛盾,关系到底怎么样。 成龙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道,当今全行来讲,只有两个全能导演,第一个是叫洪金宝,第二个是叫成蒙。 但是我比他还强一点,我会唱歌,其实,洪金宝和成龙两人是师兄弟,都出自于沾园门下。 洪金宝是大师兄,小时候对下面的师弟们管得比较严,他们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,大家都在一起学艺,感情也都是小时候玩闹培养出来的。 洪金宝还曾说过,他从小就欺负成龙,那时候可以说是,见一次教训一次,而成龙根本不会还手。 洪金宝还曾在访谈节目中提到,他和成龙有时候上街还会手拉手,在洗澡的时候,成龙则会为他搓背,搓脚,吹头发。 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多么特殊深厚,而且,因为洪金宝是七小福中第一个出来闯荡电影圈的,自然也对后面的师兄弟多多提醒。 当时,洪金宝带着成龙一起参演了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,还有《两胡十八镖》,《大小黄天霸》等电影。 到了八十年代,洪金宝有洪加班,成龙有成加班,两人也通力合作过《五福星》系列、《快餐车》、《飞龙猛将》等影片,可以说是鼎力合作,互相成就。 至于两人不合的传闻,传得最多的,还是和关芝林有关。 当时关芝林的老爸关山找到洪金宝,希望他对自己的女儿多多关照一下。 关山是《英雄本色2》中的大反派高英培,和洪金宝是好朋友。 于是,夏日福星中,关芝林成为了女主角,但也被五福星几位占尽了便宜。 据说当时洪金宝对成龙说过,不要对关芝林动心思,他是自己老友的女儿。 可是当时的成龙不听,由此两人产生隔阂。 不过从后来看的话,这个似乎站不住脚。 因为在这之后,师兄弟两人也合作过不少次。 可是,在某次颁奖典礼上,当成龙和洪金宝一起出场的时候,现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 而当时的成龙是这样说的, 大家都知道,我平时讲话挺多的,但今天在大哥面前,我就不敢讲话了。 洪金宝文言便开玩笑地说,今天你好惨,有我在你就是小弟,幸亏你爸爸没有来,要来的话你就变孙子了。 虽然两人之间的互动斗得现场哄堂大笑,但也有人认为,他们的话里充满了难寻的意味。 可不管怎么说,洪金宝和成龙两人都是影坛大佬,成龙的地位不管有多高,他在洪金宝面前还是会叫一声大哥的,因为他是自己的大师兄,同时还在许多地方帮过他。 然而就是洪金宝这样一位大哥大,他的感情经历和花边新闻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早年间,为了发展武行事业,洪金宝带着洪家班,走出国门,到了韩国后,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曹恩玉,曹恩玉能力很强,把洪金宝的事业处理得井井有条。 之后,两人便开始交往,据说两人的结婚非常,冲动,完全是因为和酒店的工作人员,赌气。 曹恩玉结婚后不在劳心工作上的事,为洪金宝生了四个孩子,然而这样的付出却并没有换回洪金宝的真心。 结婚后的洪金宝经常出入夜店到深夜,两人最终决定放弃维系这样不健康的婚姻生活。 离婚的那一年,洪金宝,吴凤贤接,小自己十六岁的港姐高丽红,这位港姐是洪金宝的粉丝,还有传言称她就是戒拜洪金宝为师,上的位,挤掉了生四子的原配。 反正不管怎么样,总之这两人最后结婚了。 婚后方金传闻,洪金宝为高丽红借了不良嗜好,对她十分体贴,但高丽红并没有为洪金宝生孩子,而是把曹恩玉的四个孩子全部抚养成人。 这又是为何呢? 有人猜测,高丽红应该是不想给洪金宝添麻烦,因为如果孩子多的话,就容易产生财产纠纷。 而她爱的是洪金宝这个人,并不是她的钱。 再者,洪金宝年纪也大了,不适合再生育了。 大气且容忍的高丽红不像曹恩玉那样追求忠贞,面对仍然花天酒地的洪金宝和铺垫盖地的绯闻, 她的选择是一再忍让,并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,默默守护着自己的小家,或许就是因为爱, 才让她甘愿隐忍洪金宝的那些桃色绯闻。 至于洪金宝最让大家关注的绯闻,必定就是她与范冰冰的妇女关系。 那时初出茅庐的范冰冰,在香港无依无靠,直到后来她遇见了大哥洪金宝。 洪金宝慧眼石珠,看出了她的潜力,并且把她推荐给了很多导演,还和她一起拍摄电影,在电影片场对她关爱有加。 这也让范冰冰和洪金宝之间的关系不断受到大家的猜疑。 有一次走红毯接受采访时,一位记者莽撞地问洪金宝, 听说你是范冰冰的干爹。洪金宝先是假装没有听清,然而这位记者显然没有看出她已经生气了,竟然又问了一遍。 这时洪金宝便直接回怼,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 后来洪金宝不再纠结于这些问题带给她的负面影响,在节目中袒露心声。 在《鲁豫有约》节目中,面对鲁豫的提问,她回答得很适人。 她说在这个圈子里,很多事情真真假假,很多事情都会发生。 而范冰冰这边也对一些无端造谣的人发出过律师声明。 洪金宝的回答虽然很具迷惑性,让大众摸不到头脑,但对于这些没有依据的猜想,过多地解释反而像在掩饰。 所以没有解释的必要,洪金宝的态度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。 无论如何,洪金宝至今仍然是香港影坛的标杆性人物,能有这样的盛名,除了她不容置疑的实力,还有她待人处世的人品。 至于那些桃色新闻,以及一些媒体朋友们的夸大描述,洪金宝一般选择,眼不见为尽。 身处如此地位,必定会引起诸多风言风语,倒不如豁达面对争议,好好享受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